一位帅气多金的年轻小伙爱上自己母亲的秘书 本以为这是一段纠葛的旷石之恋 谁知接下来的剧情居然急转直下 好好的爱情片突然画风大变 小伙甚至差点死在了自己的女友手下 这中间究竟是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 小伙和女友最终能否修成正果 欢迎来到胆小鬼电影频道 我是胆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略微有点狗血的悬疑电影 夺命手术 故事开始 一位黑人医生正在拼命抢救一位病人 但经过多次努力后却仍未起到任何效果 躺在手术台的这位叫克雷顿的男子 正是黑人医生杰克的好友 对于好友的离世杰克十分心痛 眼眶里的泪水止不住的往外流 很显然 克雷顿对于他来说是一位十分重要的朋友 画面一转时间回到很久以前 克雷顿正和自己的漂亮女友大眼妹在浴缸里嬉戏 两人玩的是相当刺激 这场景用一万字都描述不清楚 完事之后 两人匆忙收拾好东西出门上班 临行前 大眼妹从信箱里 取出一打信封塞进自己包里 对于这些信件的存在 克雷顿似乎并不知情 白天趁着空闲的机会 克雷顿和杰克一起去江边钓鱼 两人聊起克雷顿和大眼妹的事情 原来这两人的恋情尚未公开 而克雷顿之所以这样做 是担心自己的母亲无法接受大眼妹 虽然杰克极力怂恿克雷顿去勇敢面对现实 但克雷顿心里仍然还是放心不下 钓鱼结束后 克雷顿像往常一样 陪同杰克一起前往医院 不过 他可不是来玩的 其实克雷顿早已经患上了心脏病 如果不能尽快进行心脏移植手术 那么他将英年早逝 事后 克雷顿的母亲来到医院门口接他 不巧的是 大眼妹也站在医院门口 给克雷顿打来了电话 为了不让母亲发现自己的恋情 克雷顿只能装作什么都没看到 然后当着大眼妹的面 静止上了母亲的车 克雷顿母亲给他介绍了一位 业内最厉害的医生给他认识 但克雷顿对于这个老医生 似乎并不感兴趣 相反的甚至有点嫌弃 当天晚上 克雷顿和母亲正在家谈论死去的父亲 在克雷顿的记忆中 他的父亲是在圣诞节那天死去的 除此之外 只记得父亲经常对他笑 这时母亲的秘书 也就是克雷顿的秘密女友 大眼妹突然出现 大眼妹拿来一份文件 找克雷顿的母亲签字 随后便匆匆离开 站在一旁的克雷顿 不敢多说半句话 只能任由大眼妹独自离开 事后 他想到外面正在下大雨 于是匆匆拿上雨伞追了出去 大眼妹对于克雷顿的 这种冷漠态度非常吃之以鼻 两人站在雨中吵了一架之后 最终决定把恋情公开 母亲得知克雷顿 居然和自己的秘书搞到了一起 当时就气得跳脚 他认为克雷顿还非常年轻 不应该这么早就成家立业 不得不说 这位母亲的理念 还是非常超前的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 克雷顿并没有继续听她的话 反而牵着大眼妹的手 扭头离开 走出了家门 事后克雷顿认为 再这样下去 对大家都不好 索性拉着大眼妹 直接去了教堂 好在医生杰克 及时为他找来了牧师 在牧师和杰克的见证下 两人成功完成了婚礼仪式 当天晚上 两人正准备激情一番 克雷顿身上的寻呼机 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医院为了给克雷顿 寻找合适的心脏 特意给克雷顿 留了一台寻呼机 现在寻呼机响起 这也就意味着 医院那边已经找到了 可以移植的心脏 两人匆匆赶往医院后 从工作人员那里 得知器官的提供者 是一个被枪击的人 两个小时后 心脏就将送到医院 老医生赶来了医院 母亲知道 杰克身上背负着大量的债务 而且有好几起医疗事故缠身 所以坚持要老医生 为克雷顿做手术 但克雷顿对于杰克这个好友 却是十分的相信 说什么都不愿意 同意母亲的做法 很快男主和大爷妹匆匆告别 然后紧接着被送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内 克雷顿被注射了 满满一针麻醉剂 随着麻醉剂 开始在克雷顿体内生效 他渐渐昏睡过去 但几秒钟过后 克雷顿发现有点不对劲 他的身体虽然无法动弹 但意识依然存在 不仅可以清楚地 听到杰克等人说的话 而且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胸口正在被手术刀划开 为了转移注意力 男主只能尽力不去想其他的事情 此时此刻 他的脑海里满满的都是大爷妹 只有想着大爷妹 才能减少他的痛苦 手术室外 大爷妹一不小心 将自己包里的药物掉了出来 这些药都是克雷顿需要随身携带的东西 克雷顿母亲看到这一幕之后 开始有点感动 开始有点相信 大爷妹是真的爱克雷顿 与此同时 手术室内一位胖医生临时有事 于是匆匆离开 胖医生走后 杰克开始和另外两位医生 商量如何轻松干掉克雷顿 而又不会被人发现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些话都被克雷顿听得一清二楚 他拼了命地爬了起来 但回头一看 却发现手术台上躺着的 不正是自己吗 难道自己已经灵魂出窍了 胖医生从手术室出来后 照上大爷妹搭话 大爷妹看出事情有蹊跷 于是偷偷潜入手术室 一探究竟 为了尽快将事情办理所 大爷妹索性自己上阵 拿起针筒给杰克递了过去 原来大爷妹其实是和杰克一对的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获取克雷顿家的巨额财产 而杰克本身就欠着一屁股债 现在的他急需一大笔钱还债 两个肩夫淫妇就此达成协议 一起谋害克雷顿 在这一刻 克雷顿也终于看清了 大爷妹的真实嘴脸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心心念念的女朋友 居然是个这样的壁尺 后悔的他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 克雷顿发现事情不对劲后 匆忙闯进手术室 想要阻止杰克等人 但此时身为灵魂状态的他 无论说什么 大家都根本听不到 失魂落魄的他走出医院 观察着自己之前 和大爷妹在一起的一分一秒 越看越觉得生气 与此同时 手术室内 杰克等人 依然假装在为克雷顿做手术 一旁的胖医生 看着克雷顿死去 最后也只能摇摇头 手术结束后 杰克带着胖医生 一起将克雷顿的死讯 告诉克雷顿的母亲 给出的理由却是 克雷顿的身体排斥外来的心脏 似乎克雷顿的死 根本就和他无关 事后 胖医生找到克雷顿母亲 商量克雷顿的后事 结果发现 人已经吞咬自杀 不过奇怪的是 他居然也能够灵魂出窍 脱离肉体的他回到家里 找到正在发呆的克雷顿 他告诉克雷顿 自己一定会将克雷顿救活 既然现在那颗心脏 已经没有用了 那么他索性决定 将自己的心脏 移植给克雷顿 与此同时 老医生也带着 自己的人赶了过来 他们将杰克等人赶走 然后顺利接手 心脏移植手术 杰克看到突如其来的老医生 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他是怎么知道 克雷顿手术失败的事 而克雷顿母亲为何又莫名其妙的 躺在了手术台上 其实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克雷顿的母亲 当时克雷顿母亲和大眼妹两人 一起等在手术室外 期间大眼妹离开了一段时间 趁着这个机会 克雷顿母亲翻了翻大眼妹的包 发现里面居然有一大堆的银行账单 而且之前还有一位男性工作人员表示 自己曾和大眼妹见过面 再加上大眼妹对于医院里的 自动贩卖机非常熟悉 这些东西都表示 大眼妹曾经在这家医院待过 而且他本人身上 肯定还欠了一大笔债务 此时的他也知道已经为时已晚 现在唯一能激活克雷顿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的心脏捐献出来 他给老医生打去电话后 匆匆吞下了一大堆药物 老医生接到电话后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 接手心脏移植手术 只有这样才能把克雷顿救活 这里面还少不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就是之前那个闯入手术室的胖医生 这人其实是克雷顿母亲安排进去的 为的就是监视杰克等人的一举一动 现在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警察得知此事后 立马赶到医院 将杰克的同伙抓了起来 杰克知道大事不妙 赶紧拉着大眼妹赶回办公室 但此时此刻 大眼妹的坏心眼却再次出现了 他认为只要自己死不承认 警察就对他没办法 毕竟当时给克雷顿做手术的不是他 不过杰克也不是傻子 他早已经把大眼妹拿过的那根针筒 偷偷收藏了起来 大眼妹想要拿回针筒 却被死死的坐在门外 无奈之下 大眼妹只能赶紧逃跑 手术室内 克雷顿的心脏移植手术 进行的并不顺利 老医生等人拼尽全力 用起泊器给克雷顿的心脏充电 经过一番折腾之后 克雷顿体内的心脏终于跳动起来 电影的最后 杰克和大眼妹都被警察抓获 克雷顿在经历几个小时的手术后 终于重新睁开了眼睛 未来的美好生活正在向他招手 以往我们看到的都是 渣男被报复的俗套剧情 这部电影给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 不仅没有恋爱的酸臭味 反而满满的都在讲绿查 表示如何被识破 被抓捕归案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记得送出你的爱心 并留言订阅 以表达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